疑似行经无耗之路口时 双方都没减速酿货 当时有一台自小客车 在昨晚时跟机车发生碰撞 而女骑士右腿就被把手的铁条给刺伤了 警商人员获报后 立刻请机车行的技师来帮忙救援 幸好拆解后送医 人没有生命危险 而附近居民也表示 事发路口并没有红绿灯 经常发生车祸 黑色自小客车来到路口 疑似没有注意到前方路况就直接左转 和另外一辆执行机车发生碰撞 女骑士连人带车摔落地面 肇事驾驶赶紧下车查看 发现女骑士频频发出哀嚎声 因为机车龙头油门铁线 插进她的右小腿 警校人员获报赶到 为了避免二次伤害 立即通知机车行技师来协助 拆除配件后送医 所信女骑士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把螺丝拒断之后再做拆卸的方法 遇过这样的状况吗 遇过很多 这起事故发生在辽阳北一级和沈阳路口 附近居民表示 距离太近 因此才没有耗制 车辆经过速度都很快 这个路口蛮长的 尤其是最近大概已经有两三起了吧 从这个前面这个路口过来的车子 好像速度都蛮快的 这回路口又发生事故 不仅民众表示 疑似是因为小客车驾驶机转弯辆货 而且车轮直接摇到机车上 导致轮胎完全变形 场面十分惊悚 用路人行经无耗制路口时 切记注意四方有无来车 以确保置身于他人之安全 警方对双方驾驶酒侧都没有喝酒 不排除此行经 五号之路口都没有减速离让 才会不慎酿成事故 详细的肇事主因有待警方理清 记得理睬网声卷宁加明台中报道